今天明家来了 我们邀请到 ZADA银行财富管理负责人 陈泰玲 Terry 要来跟大家谈谈 财富管理怎么样善用数位工具 持续增加个人的财富 我们欢迎Terry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Terry我们都知道财富管理 是一个很重视面对面 疫情的时候 你们怎么样 人跟人就不能接触了 一般银行怎么样让 疫情的时候 让财富管理这些客人 因为他们会觉得 你就应该服务我 怎么样维持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客人的确 他减少了来分行的次数 那他也担心的就是包括有健康的一些影响 所以的确银行怎么样去维持 在一个疫情隔离的时候 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服务 其实我们在非常多年 都在所谓的数位工具上 花了很多的投资 那不单只是为了疫情的隔离的需求 更多是我们意识到 很多的银行服务在未来 透过数位的方式 其实可以很快的让客户 享受到便捷跟及时的服务 所以在这次疫情当中 虽然客户可能他实体 没有办法来到分行 我们在过去在分行有很多的 不管是客户说明会 或是一些实体的一些讲座 都没有办法举办 所以在这次疫情当中 我们全部转成了一个线上的方式 那透过线上的视讯 透过电话会议 来增加跟客户的互动的频率 客人的反馈是 他在一开始其实也不是非常的适应 因为他还是非常习惯 面对面的跟不管是理财专员 还是财务顾问去讨论 可是透过了几次的一些参与之后 其实客户也非常的习惯了 他甚至来要求说 过去可能是一个月 跟我们才会很多的讨论 现在可能是一个礼拜 透过这些方式 能够很及时的告诉他 一些视察资讯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数位化的这个部分 其实让我们的服务可以不中断 所以反而客人会觉得 有了数位服务 他可以接触到的几率比较多 因为可能省了交通 省了那些 还要特别去约什么会议室 这一些 可是这样子说起来 你如果一般来说 这个客人就是不懂 那尤其是如果年纪比较大的 年纪比较长 他以前没有习惯 这个部分你有实际的案例吗 以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的很多的年龄层 其实是一些年长的一些客群 那一开始对于这些数位的这些使用 他一定会有一些 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包括我们制作了很简单的一些影片 告诉他怎么样去善用这些工具 甚至是我们也会让理专也好 或是我们的这些专家团队 一步一步地教导他去怎么使用 那我们在过去的经历会发现到 的确在一开始这个学习的过程 是比较缓慢的 可是他一旦是适应 这样的一个所谓数位通路的时候 他其实是使用起来非常顺手 举个例子来说 很多很多过去的客户 他会很习惯要来分行去拿到一些实体的 一些不管是对账单 或是一些资讯 在透过一个数位 他发现他很快可以透过我们的 不管是网银 或是这个手机的部分 很快地知道这个资讯 其实很快让他掌握到他的一个财富的状况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在都会的银行可能会比较容易嘛 就是说你的人才要训练嘛 你要让一个不是都会的你的客群 他也可以这样一步一步地去认识 所以你的人才训练上没有特别吗 对这个人才的部分 特别是我们在这几年特别强调的 那因为银行它是一个金融商品为出发点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强调一个不断去学习数位怎么样带给 不管是服务 或是我们的专业 更精进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于人才的培养来看 我们想很重要的第一点是他的一个 对于数位化的这个态度的拥抱程度 第二个是他对于这个学习的态度是非常的积极的 因为我们当然在银行的立场来说 我们有非常多的合作的一些厂商 帮助我们去开发我们想要开发的这些功能 那更多是从我们的从业人员来看 他怎么样能够告诉这些我们合作的厂商 其实这个是客户所喜欢的界面 哪些是客户的痛点 那怎么样透过这学习的方式 透过大数据的演算 去知道说我们怎么样精进我们的流程 所以其实这个数位的流程呢 其实是一直下去的 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人才的培养 更多是他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同时他很乐意去拥抱这个数位的科技 所以是服务的人自己本身就要开始这样子思考 说从数位的工具来增加他的服务的品质 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必须回来讲 因为我们在讲财富观念 我们都说这个台湾的这个 你财管的客户其实比较特别 又很保守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嘛 一些调查 包括你们银行也调查过 另外一部分他又很在意那个投报率 就是投资报酬率又要很高 所以这样子的部分 这样会不会让你们训练过这些人才 他其实在服务的时候很扭曲 就明明知道你这个东西 你这样买是不可能的 那你总是要听一下我的话吧 所以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处理 对的确是其实就台湾来看的话 我们的客户群呢 他对于所谓的资产的这些 投报率要求是有一定的 那他对于风险他有一定的 去币的一些想法 所以特别是在台湾 我们看到是很多台湾的投资人 他需要更多是一个专业的建议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帮助 他的财富长期稳定的增值 可同时他的风险是可以控的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各行各业 都有他的一定的专业的领域 对于银行的财富管理来说 他的专业领域就是在 怎么样在这些这么多的金融商品当中 帮助客户找到 可能比较能够达到他理想的目标 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客户财务管理分配的时候 很多时候更多是看说 他未来达到的财务预期的目标是什么 他是为了他的退休计划而打算 他是为了他的子女的出国念书 他是为了他未来可能要构置一套新房子 所以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财务目标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分析 他大概需要什么样的工区的组合 能够帮助达到他的一个财富目标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去看到 每一个投资的投资人 他不同的一些风险属性 跟他所达到的目标 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一个投资商品 所以还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理财个性 他自己的目标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只是觉得说 这个财富管理都是要带我们去冒风险 我想这样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对不对 那在疫情里面 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就是说他真的用了数位 然后他也降低了他原来对于 这个整个疫情市场的这种波动 单忧 然后他后来也发现说 真的还是要相信专业 你自己有遇到这样的案例吗 有特别是在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一个金融市场很大的波动 那这个时候其实人都会恐慌 一个正常的人他会有他的情绪 他会有他的想法 那我们常说为什么需要透过数位的方式 跟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在我们看到现在非常着重的 不管是AI或是这些智能的学习的功能 更多时候他能够去帮助我们的投资人 在非常市场混乱的状况下 我也是一个理性的判断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确看到在一个市场崩跌的时候 其实很多投资人是处于一个恐慌的状态 可是透过一些数据的分析 专业的分析他知道其他的部位是安全的 所以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在一个市场虽然是崩坏的时候 还是很多投资人勇于加码 那的确在未来也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报酬 那这也是他相信专业的一个配置的一个结果 所以真的要取得客户跟服务者之间的互信 尤其是金融这件事情真的是关系到钱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会说 我的钱为什么不见了 这样之类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小的结论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大部分在思考投资理财 或是说财富管理的时候 你真的第一步要知道自己的理财个性 跟你自己的目标 对不对 就是你理财是为什么目标 你可能会有一个短期 有一个中期 可能有一个长期 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 我认为现在的人真的要善用这个数位 这数位的部分可以让大家会很透明的看到 你到底这个银行会骗你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重要 那第三个当然是要告诉 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专业的服务带的就是一个 专业的稳定的投资报酬 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在那边冲浪啊 我们在冒险 在投机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好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Terry给大家这些的经验 那财富管理这件事情是一生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 相信专业 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数位工具 你也可以自己多试试 一回声两回手 今天谢谢Terry来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财富管理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最新讯息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